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市熊妈吉 我是爱丽丝 欢迎我们万况国界的徐明星老师 大家好我是徐明星 老师你知道吗 昨天冲破万八之后今天又拉回 那老师你怎么观察台股现在大盘的状况 好 没关系 其实现在在过年前 那行情我认为不会有大幅的上涨 当然也不会有大幅下跌 但其实政府来说 他希望说让这段时间让它稳盘 那比较重要 那么最重要的 那当然很多股票最近你可以看到 都有在拉回 因为现在量在缩 那么市场上如果有人需要点资金 他们就会卖股票 大家需要包红包 对 没错 那么现在多一点人卖 那少一点人买 当然股票就会跌 好 那最主要现在涨还是在涨台积电 那昨天也是 今天也是 是 好 来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周六晚上 这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然后记得要来看这个节目 我们有一些精彩的内容 而且影片只在老师YT个人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然后锁定节目的第一手资讯 来我们来看其实今天的重点 再有一个重点就是微软它的市值超过苹果 其实意义上很大的意义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苹果其他的市值是全世界最大 已经占据好多年了 对 因为它的苹果系列 iPhone手机 大家其实都知道 苹果迷你再贵他都买 果粉 果粉 对 你再贵他都买 好 那现在已经有点改变了 这个改变的话是 他做错了什么东西 他没有做错 他没有做错 他做出什么事情超越了吗 对没错原因 我们来讲一个原因 待会我们再来讲 好 这很重要 来AI伺服器 AI PC 其实最近是在轮 轮涨轮动的状况 轮涨轮动还有轮休息 不可能听人涨 不可能每天起个股票 好 美超微它大涨 最近大涨 那当然我们台股很多股票 他多是跟他有关系的 来 来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黄仁勋 你如果看新闻 当然要财经新闻 你就会比较看到 黄仁勋 NVIDIA的老板 他来到台湾最主要他是要去台积电 因为他需要COAS 是 对 COAS先进封装 那么先进封装那边台积电 现在已经在加紧 在扩厂 好 那么当然意思告诉我们说 是他们需求很大 这个AI他的需求很大 它是因为COAS回来还是三重好吃的 猪脚饭回来 也都有啦 真的啦 我们台湾的东西也真的很好吃啦 真的 那其实在美国那边真的吃不到什么东西 你除了汉堡 还是汉堡 没有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 来 就可以看到 那NVIDIA啦 XV都在创历史新高 当然Intel被抢单的 BIPC 那当然就比较 也是很强 也是很强 来 我们看肺半 其实肺半昨天是小跌啦 对 来我们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其实买股票我们 当然要第一个要选对产业 你如果选对产业了 那当然就 那你 其实你在买股票的话 那顺风顺水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 半导体方面 跟大家做这一方面的 最主要还是AI 好 来看 那么大盘 其实我们台股最近 其实开始要 我认为就是会很像 因为过年前 现在你说要让它有很活络 有可能有困难 对没错 因为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如果有一些股票 它有拉回 你也不用太担心 年后它通通会涨回来 那说到拉回 那老师你都说拉回是一个好买点 那老师会觉得现在封关前 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有哪些可以买的吗 好好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当然这个产业要对 那产业不对的话 那个就算再便宜 你都不能买 对没错 好 待会再来告诉你哪一些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看一些 像最近你也可以看到 像AI伺服器的 还有像AIPC 是 今年也就是说 像微软 他们 其实微软今年 本来他们是要年底 他们才要 今年年底 他们的12才要出来 对 那今年他们提早 提早半年 大概年中 大概6月份他们就会出来的 他们作业系统 那个Microsoft 12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当然这个你可以看到 那一连串的带动了很多股票 这AI方面 尤其我们刚才还有说到 像 苹果为什么会说他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那微软他们有投资AI Open AI 对 其实他投资Open AI 其实他投资只有几十亿而已 让他的市值 现在已经冲到了 又增加了1.2兆美元 增加了70%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这一波他超越的苹果是因为AI 对没错 没有错 因为这个AI是 去年到现在才开始的 接下来那么他们的Windows Windows 12 要在6月份左右他们会出来 那里面他最主要就是有 AIPC的他的软体 对没错 就是AIPC他有他的软体 好 好那么现在 其实因为法人 确认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非常看微软 是 因为你看你几乎 你电脑一打开 一定都是微软 都几乎都在付费 你看像你又要用到 你看还有像文书软体 文书软体 什么都要每个 现在是每个月要缴钱的 不是买断的 是要每个月缴钱 买断其实是也是有 但是他就是蛮贵的 对我知道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台积电当然他也是有说到 他们今年年征营收年征25% 那重点地方就在他们在AI方面 和他们的HPC 高速运算 主要是在用在AI的 对 来 那AI伺服器 现在已经转到AI PC 其实这两个都有灰印的 他们两个都会有互相支援 是 来我们来看 那么伟创其实我前几天在高档的地方 我已经跟大家说你就不要再追了 我已经在前面上特别的跟大家讲 你不要去追 因为也到了年关前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你说要有成交量会有多活乐 当然不可能 比较困难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 其实很多商家他们 其实他们平常有在做股票 像我朋友他就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年关到了 根本他们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怎么可能就做股票 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怎么可能做股票 所以那么当然会减少很多的量 那买盘一减少 当然股票就 就会量缩 量缩 然后量一缩的话 价就没那么好 没有买盘 来我们看 那伟创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再追 空手你不要再追了 其实伟创的话 我们这张股票是我们的主力的部队 我们会员 我已经卖掉一笔 因为我们总共有三笔 买了买了 我们加码 如果看我节目就知道了 我们这个加码 我们加码了两次 买一次加码两次 这样子在操作 那么我们已经卖掉 先卖掉一笔 而且我们在节目上 有好几次的公开操作 没有错 我们持续的一直跟大家公开操作 哪时候可以买 我一直告诉你 那么该把你拉住的时候 有拉住了 也是 我有把你拉住 因为他连续大涨两天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就在我LINE一直问 那问说他未来他能够涨到哪里 当然了 那我已经跟那么有来询问的 我已经有告诉他的 那价位也跟我所讲的也很接近 短期的目标 好 那么伪创资产股票的话 我认为这个他拉回到 其实年关之前 我认为可能还有 还有比较更好的价格 哦 现在可以期待一下 还可以期待 可以期待一下 还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空手 那可能就期待 如果手边有 那么当然你如果 先放一会儿 当然你如果有加码单的 因为我在这边我一直跟大家说 那么在92块94块买的到97块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做加码 当然我自己加码我都会告诉你 好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我认为 加码单也可以稍微调节一下 调节一下 那么如果有比较好的价格的话 再借回来 因为这些股票未来的话 他们还是会走一个长多的趋势 他的主身段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主身段 今年的主身段 对没错 好 来我们看广达也一样 广达技嘉都一样 那是三档股票 那么我说过说多可以 但是我比较推荐就是伪创 因为我待会会员买伪创 不是要做多广告 因为我认为 他未来他的反弹 他如果他的反弹 他的幅度会比较大 因为他跟美国的那晶片三巨头 他们全部都有合作 是 好 来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英叶达 那么英叶达其实 那么也有告诉你 不要再追了 好 那英叶达也小拉回 他拉回不多了 他拉回不多 那么在 现在年关前 要这些大型股让他们大涨 他们需要有很大的 钱去把它堆起来 没错 所以那可能他们的价位 可能就会比较甜淡一点 好 当然我认为在过年前的话 这段时间有好的价位 不要有拉回的时候 你就要来做布局 过年后你就可以来收红包 就可以来获利了解 没有错 这是目前为止 其实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几乎每一年多这样 那么你在 其实你封关前 到封关后 他的基本面会不会有改变 基本面吗 应该不会有改变 应该是说 他的筹码可能会改变 没有错 他的基本面绝对不会有改变 好 那么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时候 那他当然会走他的趋势 对 组合趋势还是在那边 对 没错 如果这个产业的趋势 他是他是对的 对 是 我们再来看 巨有科今天在创历史新高 今天已经374 哇 恭喜老师 这样股票 我们已经卖掉了 200 205 205块 在这边前面的时候 我有介绍给大家一次 没错 到280的时候 我们就又卖掉了 又卖掉了 好 没关系 所以这样股票 当然啦 这样股票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他是一个黑马股 是 他 具有科 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 完全赚到宝 因为我们把资金 挪到去买其他的股票 对 就像说我们去加码 像伪创这样的股票 对 没有错 好 那么当然现在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 像 像微软 我们再说微软 他现在目前为止 他也是要去买那些AI伺服器 但是他 他们比较省钱 是 他们都用什么 晶片 对 没错 AI ASIC AI ASIC 谁做的 具有科 对 具有科 还有这一档 威盛 对 没有错 当然同时 当然还有智原 因为当然智原的价格是400多块 是 那我当然我希望我在这边来给你介绍 一些比较黑马股 他的获利比较多 这些股票 基期还算不算太高 对 没错 当然你如果说像 像具有科的话 这已经是创立的新高 基期已经太高了 基期很高 你手边有当然虚报 没有的话你就不要追 我认为 威盛 他已经从高档地方拉回 这相对他的基期已经 已经很比较低了 我认为这个比较有机会 那他们的趋势是对的 当然就是要买这种股票 嗯 就是要买这种股票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 好 感谢老师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财经资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ght and Telegram 另外别忘了订阅老师的YT个人频道 然后锁定 熊熊活力在 我们股市熊阿姐 下次见哦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